直播间里边叫西贝贝的朋友说了 昨天朋友去他家吃饭 他做了一锅杂粮饭 结果呢 彭土曹说这个杂粮饭不抱团 没有大米饭销 他就想问问张老师说 看您这个栗子焖饭 里边好像用了不少杂粮啊 这个口感不会受到影响吗 直说你想吃就得了呗 来吧你就吃吧 那给大家尝尝来 其实在我这个带货这碗饭的时候 我就已经吃了 我就觉得当时吃的时候 我就觉得跟以前吃的杂粮饭不一样 以前吃的杂粮饭 我就觉得炸着约约的 这回吃的特别抱团 糯糯香香的 我觉得是不是栗子和这个红韵豆 在里边起这个点睛之笔了 我感觉也是哈 之前可能大家一听杂粮饭 都觉得有点这个拉嗓子 咽不下去 但是这个饭感觉就是特别的松软 而且我刚才还数了一下 这里面这个食材特别的丰富 比如说像那个燕麦呀 红韵豆啊 栗子啊 还有米 就是感觉很丰富的层次 要想要知道 他为什么不拉嗓子 其实没选择拉嗓子的食材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 放上一些玉米 放上一些糙米 放上一些紫米这一类的 他相对的就觉得比较粗 比较拉嗓 但是呢 我们这里头呢 没有放这些东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想让它黏黏乎乎的 到团的话 特别简单 你可以放一点咱东北的这种新鲜的好大米 它就可以了 那张老师啊 这个栗子焖饭究竟怎么做的呢 你等会儿啊 我觉得吧 栗子焖饭这个事儿 要知道怎么做 你现在知道怎么从栗子里边把栗子肉取出来 对不对 那玩意儿你只能连皮扔进去啊 那倒是挺饱的 你也拉不出来呀 对吧 就反正你要讨论怎么把大象塞冰箱里头的时候 你得先想明白 怎么把大象给运到人家冰箱旁边一样 运大象费劲 然后这包栗子其实也更费劲 我觉得这个剥栗子实在太磨叽了 栗子这玩意儿啊 不太容易放 对吧 对 不好放 然后一次呢 你就只买个五七八个呢 不太现实 剥栗子就成了一个大工程 早上市场这些地方买的话 买的都是带皮的 其实没有提供这个剥皮服务的 对 尤其是那个栗子 它里边那个皮跟上面粘着 贼费劲 两层皮 有硬皮 有那个软皮 对 都贼费劲 我跟你说我吃八百个 要是用一个点 其实要是没有这个皮的话 我吃八百 我可能半个点 这是控制你吧 就耽误你吃粒 看前两天发朋友圈啊 买了好多栗子 然后冻上了 这个剥栗子 肯定我觉得你是有方法的 对吧 我今年已经冻了有十来斤了 行 栗子确实是不能买回家放着 想吃再包 肯定不行 长毛了 长毛了 对不好弄 反正我是不会保存 怎么办 包了它 我采取的方式 好多我都试了 其实呢 我一个方法就行了 但我为什么试呢 就经常上电视和人家说 自己不试验 去吹牛去啊 我都给你试 你看有个人啊 我觉得他包的也挺快 张老师 在你分享之前 挺快 那他快一玩吧 只适合自己给自己包 拿起来 咔咔咔咔一串 咔出来啦 牙还挺好 牙伤不伤牙不好说 那别人咋吃 对不对 肯定不行 张老师有好招 不是用牙咬吧 不用 就用手就行 我记得以前他们骗我 说那个瓜子人啊 都是 刻出来的 不是 都是老太太 活牙 刻出来 反正吐出来 而我当时我可爱吃了 后来就他们这么一说 我戒了 我戒了 我戒了